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旅游巴市在云顶下山路段失控翻覆 那导致两名的中国游客死亡的悲剧发生之后 涉案的旅巴被揭发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 让交通部长陆兆福直接下令 陆路交通局从今天开始 就会针对旅巴展开大规模的检举行动 要揪出那些违规的业者和司机 但是没有想到啊 陆路交通局的检举行动才刚刚开始三个小时而已 就已经逮捕到三个违规的司机 其中两个呢是无排驾驶 另一个则被发现吸毒 那那么多巴士司机违规驾驶 对乘客来说坐上他们开的旅巴 岂不是在玩命吗 那陆路交通局高级执法主任 莫哈默基菲里今天巡视俄迈执法中心时透露 在行动开始的三个小时内 当局就检查了22辆巴士 并逮捕了两名既没有驾驶执照 也没有公共交通执照的司机 而另一名司机的尿检则呈现大麻洋性 另外执法人员也发现 有一辆泰国货车没有国际通行许可证 以及三辆旅游巴士没有导游随行 陆路交通局将扣留这些巴士 直到巴士公司替换新的合格司机为止 那其中一名因为没有驾照而被逮捕的巴士司机 他在受访时告诉记者 他是为了帮有健康状况而没有办法驾驶的哥哥代班 所以呢他才会在没有驾照的情况下开旅巴 这名36岁的司机表示 他知道无罩驾驶是一项严重的罪行 但是为了帮助哥哥他不得不冒险 他还说他过去只是在市区和住家附近开巴士而已 所以就不曾被官员取缔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惨痛教训之后 他说他会去考驾照了 以避免再次被处罚 没有想到才第一天展开全国大取缔就乱象百出 陆路交通局高级执法主任 默罕默基菲里强调 对于违反道路安全法规的巴士司机或公司 当局绝对不会妥协 如果公司和司机负责任的话 这些违规行为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默罕默基菲里就表示 这场联合行动将持续到月底 但如果情况还是不理想 他不排除会延长取缔行动 那旅游巴士和司机状况连连 大马旅游车工会总会长钟新华 在接受新州日报访问时 就揭露 业界有害群芝麻为了赚钱 不惜铤而走险 那加上当局执法不严 导致假车牌假路税出现在我国旅巴市场 不只是危害了乘客的安全 也影响了旅巴的素质 而不法之徒会用的其中一个手段就是 当其中一辆A8市被扣留之后 他们就会把A8市的车牌和文件挪到B8市 以满天过海逃过取地 那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业者都在钻法律漏洞的 中会长强调正规合法的旅巴业者 大多都是奉公守法遵守交通部的规则与要求 因为毕竟他们在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啊 人命关天一定要很谨慎才好 那正规业者也坚持一旦巴士超龄 就不会再让他上路 就算找不到司机 也不会贸贸然让没有驾照的司机驾驶 那中会长表示 他非常欢迎也支持陆路交通局 天天展开严厉的取地行动 来保护乘客的安全 并且保障业者的水准 同时也可以打击那些非法的旅巴公司 他很有信心的说 合法的旅巴业者是不怕被检查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走捷径 有导游 有路税 轮胎也是有花纹的 同时也希望执法单位 不要鸡蛋里头挑骨头 去为难合法营运的那些业者